英皇一言关志斌8月13日现身香港荔枝脚出席主演的新片《任性的你开机仪式》 关志斌现在忙于拍戏,又要同时筹备9月举行的宏馆演唱会,可谓分身不暇 但是关志斌表示,两件事对自己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事,所以没有担心的感觉,只有非常兴奋 而关志斌还感谢一众英皇的好友,荣主儿,阿萨阿娇,古居姬等主动发声,令演唱会开得成 他们跟二话不说,就答应为演唱会当特别来宾 我觉得很感恩,很感恩就是我好多朋友他们的支持我 因为在这个事情里面我感受到好多的爱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都真的有一点压力就是,就是因为团有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去犹豫,然后我就立马就去训练 就我想把一个最好最好的舞台就训练 还记得搭档张志恒被爆出桃色风波 Boys演唱会被宣告隔制那会 关志斌苦的对着镜头哭了出来 如今演唱会开得成张志恒又自吃苦果 最新消息更称演唱会还会加开一场 应该要为关志斌觉得庆幸 不过阿萨阿娇他们因为张志恒的所作所为和张志恒一刀两断 现在大家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是很随火不容呀 这个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太了解 这个对我也不清楚 另外当问到张志恒的近况时 关志斌就表示最近很忙因此少了联络 关志斌称张志恒有和自己说结婚的事 但是一切留着当事人来讲就好了 做兄弟的会尽量配合 至于送什么礼物给对方 关志斌就表示还没有考虑 谋方全媒香港报道